张艺兴队长 听了非常久了 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 希望你们能常来中国 然后我们经常交流中国的文化 然后这只是个游戏 结果不重要 我们请大家稍稍地喘口气 我们先来采访一下核心武器的队长 张艺兴队长对于这支决赛作品的点评 酷 很棒 这个作品很棒 Topping C 你开心吗 当然 其实我觉得在舞台上跳开心就好 每个人用自己的五种自己的语言 去表达自己所想表达的感受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秀 非常好的作品 谢谢 谢谢益心队长 我们知道这一整季啊 这个韩东队长对于Topping也是情有独钟 来点评一下这支作品好不好 我具爱他 很爱他 我还说他经常能来到中国没事 我跟他上上课 就不要太贵就好了 我想跟张艺兴队长说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的分数还在统计当中 不知道此时此刻 现在有两位队员站在台上 真的是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感觉 而且还要再提醒您一个特殊的情况 下一位要出场的依旧是您站队的成员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紧张的一个时刻 但是我相信你应该有很多话 其实对于自己的队员今天的表现 应该是十分肯定的 我觉得其实不仅是我们 当然核心武器很棒 不仅是核心武器 所有的队都很棒 我觉得能来到中国这个舞台 然后大家一起来分享交流舞蹈 我觉得就非常好了 我真的觉得这就是个游戏 所以也不用太在意结果 大家玩得开心 能够表达出自己想表达的 能够有五种之间的融合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验跟经历 所以不在乎谁上或者谁下 因为人生永远都没有淘汰 只有转换舞台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博哥一直默默含笑看着你 博哥你的笑容当中的含义 给我们阐述一下 孩子终于长大了 我的天哪 都开始聊人生了 你知道吗 没有我的人生 导师是你啊 不是不是不是 真的是 我也学习到了很多 你知道 太好了 一星队长有什么话送给他 享受舞台就好了 你很棒 你是最棒的 同样我们请各位舞者 稍稍地休息一下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核心武器的队长 张一星队长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尝试跟挑战 然后包括在 想要在一帮大长腿女生的中间 然后在跳这样的一个动作质感的爵士的这样的一个编排的作品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非常棒 动作的质感一直在那儿 特别是刚开始的那一块 哇 太美了 画面太美了 然后我一会儿可以让黄潇说一下这个 他的这个编排的理念啊 但我觉得这一次的舞台让我非常开心的是 《一生所爱》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在彩排的过程中呢 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一直在问 我说 这是谁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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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 谁跳这首歌 没想到是我的肖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对 这次一題 HHH 战战 对 对 好 欸 B